大家好,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是 使用剪映来制作出 顺时针旋转的圆形扫描的电子相册 并且可以发布为剪映模板 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首先打开剪映 点加号开始创作 先导入一段视频素材 通常我们把视频导入进来之后 我们都不需要视频的原生 那么我们需要把原生关闭 然后我们看 这段视频的时长是15秒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调整这段素材的时长 那么这个时长怎么来决定 如果每个素材设定的时长比较长 那么圆形扫描的这个动作就会越慢 反过来 如果每个素材设定的时长比较短 那么这个动作就会越快 这里我们可以把第一个素材 把它设定为8秒 把播放指针移动到8秒的位置 如果选要精准调整 那么首先我们要把时间轴 放到最大 然后再把播放指针移动到8秒 选中素材 点击分割 把后面多余的素材 删除掉 既然我们就得到了一段8秒的素材 接下来选中素材 点击复制 把这一段素材复制一份 选中刚刚复制的素材 使用工具栏里面的替换功能 把它换成另外一段视频 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继续添加视频 具体需要添加多少 这个可以根据我们添加的 背景音乐的时长来决定 所以先点击添加音频 在抖音收藏里 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根据背景音乐的时长 继续添加视频 点击复制 我们可以先复制多个视频 然后再使用替换功能 把后面复制的视频 替换成另外的视频 选中视频 点击替换 换成另外一段视频 在我们使用替换功能的时候 我们这个播放指针 不要移出 当前选中的这一段素材的 这个区域 然后直接点击下一段素材 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 这个工具栏当前的按钮 不会发生变化 再直接点击替换 选择另外的视频 替换完之后 我们回到开头位置 点击第一段和第二段素材中间的小白色方块 进入到转场的设置界面 这里有非常多的转场效果 点击换灯片列表 在这里面选择 圆形扫描的转场效果 把它的时长调整到4秒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全局应用 把当前的转场效果 以及时长的设定 应用到所有的素材之间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圆形扫描的一个无缝衔接的效果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圆形扫描的转场效果的方向 它是立时针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把它设置成顺时针呢 有一些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把视频导出 然后再用倒放的功能就能实现 其实这种方法也是可以 但是效果会有一点点偏差 因为使用倒放功能 所以视频里的画面 同样也是跟着倒放 同时用这种方法来实现顺时针旋转 并不能作为简硬的模板来发布 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非常方便的 就可以把它设置成顺时针旋转 首先把播放指针移动到开头位置 点击左下角箭头返回到主工具栏 点击特效 画面特效 打开基础列表 在这里面找到镜像特效 点击确定 我们先把它的时长拉长 然后点击作用对象 当前它的作用对象 默认是主视频 我们要把它设置成 应用到全局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把这个圆形扫描的 这个历时针方向 转变为顺时针 通过添加这个简单的特效 就能实现我们的目的 所以在平时学识检验的过程中 我们要多多动手 只有在动手操练的过程中 我们才能发现一些细节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欢迎评论去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